Cherstina想問中海郵 說現在還是不是可以進入呢? 是不是還會升的呢? 我自己看油價其實還是偏好的 雖然剛才說就是說 美國也好,各樣都說適當一些石油儲備出來 增加供應 說到好像很多方法想按住價格 但是整體我還是覺得 應該會,油價都應該還是會在現水平還要再升的 那現在的中海郵最大的問題呢 就已經不是單單是油價再不再升 當然如果油價譬如升到 可能升到可能812元,820元 我當現價再升多兩成 那應該其實中海郵怎樣都要升的 但是比較大的問題是 現在中海郵 它自己本身的股價對比 油價的discount還是很闊 而這個闊的原因就是 大家其實不是說特別看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中國企業因素多一點的 那這件事還未釋放 但是未來的日子就是半年啦 就是除非外圍地緣政治那些搞得太差啦 如果不是其實就反而可能會有些好轉的 那我覺得都仍然可以 那中海郵我會給一個比較 一個比較寬容一些,大一些的止洩空間 就是譬如不跌到9.4樓下 我都不會說特別想減持啊 或者或者止洩那些都不用的 那但是毫無疑問就是 現在又是繼續咬著10元邊,10元邊這些這樣的位置 那你說比較好的當然是近9.8元 或者9.5元這些位置你才買就會好一些 那有貨我覺得可以hold的 就是hold到 until 9.4 就是你去到9.4 那還有油價有很大幅的失手 譬如紐約期又要去到90元以下 那我覺得這兩個因素都存在了 那就支持了,否則可以繼續持有的